在電動車產業裡需要大量的機械系人才 所以反而是機械系人才 工作就業機會遠比其他系要多 探索是一定要做 而且是時時刻刻要做 並不是說考上了某個學校的某個系 從此就可以一帆風順 大家好 我是長庚大學機械系廖俊瑋教授 畢業於機械系 然後到應用力學研究所就讀 畢業後呢我到工業院服務14年 再到長庚大學機械系服務 那我主要的研究專長是在奈米科技 以及醫學工程相關領域 現在最夯的問題就是自駕車 自駕車裡面很重要就是有智慧導航 智慧導航裡頭AI的技術 軟硬體整合感測器的技術 它全部要加入 它不單單只是把汽車 變成電動車 最重要是裡面把很多的電子 技術硬軟體全部放進去 所以未來的自駕車其實它就是 一個高度的技術整合 所以這個都已經超越我們現在的 傳統汽車產業 學生如果對這個有興趣 將來要從事這行業 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就要多元學習 因為你從事的工作一定都是跨領域 比如說一個團隊裡頭 他可能需要資工系的人才 他需要機械系的人才 需要電器系的人才 他需要做半導體 因為它的原件是來自於半導體 他需要很多做光學感測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高度整合 這個跟傳統的汽車產業就非常不一樣 比如我們系上一位孫明忠教授 他每一年都會帶一個大學部的團隊 學生必須要學會從機構的設計製作 然後組裝 當然動力方面是有馬達 然後他要測試 最後修改 還要再能夠上路比賽 所以這其實對大學部的學生來講 充分把理論跟食物結合的一個非常好的工作 我相信未來的產業 這個電動車現在已經慢慢越來越好 相信這一塊在機械系應該是大有可為 是日本現在第一大富豪 他就是從事感測器 那他那家公司叫Kens 專門做各種工業級的感測器 從光學的 從電 從聲音 他全部都有 我以自駕車來說 我們自駕車 一部自駕車 在傳統的汽車跟自駕車裡頭 他所需要的感測器 那個數量是差很多倍 未來的自駕車 因為他需要感受到很多路況 所以他需要感測器的種類跟數量 是遠遠超過我們傳統汽車 我們傳統汽車頂多就是胎壓 然後前後有一個雷達 可以偵測到前面不要碰撞 後面不要碰撞 還有就是一些儀表板的感測器 可是在未來的自駕車裡頭 他的感測器的配備跟技術 都遠遠超過這些 一個感測器 他本身就是一個高度整合的元件 他在裡頭他還用到半導力技術 然後電路的設計 他絕對需要電極器 比如說我們需要量測PH值 我們需要量測PM2.5 空氣中懸浮粒 那麼這個就需要化工知識 如果我們需要量測是聲音壓力 比如說觸覺壓力 溫度 這個是機械系 在感測器這個技術裡頭 你其實是可以看到它就是高度整合 所有人才全部都要進來 現在的產業變動非常非常快速 當然在台灣目前來講 電動車這一塊 還不是我們的一個新興產業 但是事實上在歐美在中國大陸 電動車這個產業已經是如火如荼 在電動車產業裡頭 機械他們需要大量的機械系人才 所以反而是機械系人才 工作就有機會 遠比其他系要多 AI這個技術其實是可以用在各行各業 因為它是一個早期我們稱為類神經網路 是以這個軟體技術 透過了電腦的運算 然後取代人 比如說人對一張照片的辨識 對一個人臉的辨識 這是一個高度複雜的運算 我們必須在大腦裡儲存非常多的影像資訊 然後你要經常的去做分類辨識 所以你才能夠一張照片的特徵 你就可以理解到這張照片裡頭所包含的所有訊息 我們所需要的技術就是 光機電影像訊號辨識 有非常非常多的資訊要同時整合起來 才有辦法去取代人去辨識 AI這個已經只是一個基礎工具了 那麼最重要是你要對你專業知識的了解 舉個例子 應用在機械的話 機械原件或者是產品的辨識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你在做QC的時候 你需要知道你的原件是不是夠合格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去辨識 以往我們還要靠人工去做檢測量測 但是如果完全由機械來取代的時候 那麼這個機械就要跟人一樣具有智慧 而且具有專業知識 所以要把專業知識融入到AI裡頭 由AI來取代人 技術本身就是高度整合 所以我們一再講就是說跨領域多工 這已經不只是學習 這已經在我們所有的產業 已經慢慢在起一個革命 我自己從事AI這塊其實時間也不長 不過我在工業院從事是Fableye檢測 這幾年來我試著帶學生 研究生把AI的技術應用在Fableye檢測上 因為我們從Fableye檢測裡會取得大量的資訊 訊號或者是影像 包含的都是這個原件它的缺陷 瑕疵 當然我們人有大腦 我們有經驗我們可以判讀 但是對於你如果要用電腦 用軟體來幫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把你缺陷的特徵 你要把它事先做分類 那所以這部分來講 就是一個專業知識跟AI的整合 那目前我們已經做了兩三年 有初步的一些成果 所以我想 AI應該不受限於在機械產業 在各行的科業 我相信都可以遭到它化繪的余地 長坑工學員 都鼓勵學生多元選秀 你可以跨系 希望你能夠培養第二專長 所以我們未來也會推雙主修跟腐系 就希望每個學生呢 除了你本科的知識之外 你能夠去修其他你有興趣的系一些課程 舉我個人的例子而言 就是我在大學機械系的課程 以及研究所的課程 的確我都沒有碰過所有移工的相關知識 雖然我從工業院剛離開的時候 我已經帶了奈米科技的技術 要進到長坑大學了 但是問題是要應用到哪裡去 當時我想長坑大學是以醫學起家 我是覺得應該要把它應用在醫學工程 不過我到了長坑大學之後 花了很多時間是在自修 以及跟我其他的同儕 我向他們學習 我記得我還有一次 還特別去旁聽一個老師的生物課程 所以那時候我又找到了蔡曉雯老師 我跟他合作 從那個時候我就進入到生物醫學 另外呢 再測巴基森病人的部台 那這個部分我又跟物質系的其他老師 以及電器系的老師合作 所以在我個人長坑大學16年半 目前為止的研究歷程裡頭 其實都是高度的跨領域 我覺得就是說從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學習到不同領域他的專業知識 還有一些專業的語言 你可以了解到別人他們思維模式 是從哪裡出發 重點擺在哪 那這樣的話有助於將來 我們跟他們的合作跟整合 在幾年前我有幸也是跟電器系 物質系 電子系的教授一起合作 那當時我們提一個整合型計畫 就是針對巴基森病人來做一個判斷 因為巴基森病人他會有動態不解的這種病症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如果能夠在他的鞋子上面 裝設一些智慧性感測器 那麼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減少一些人工的輔助 那就可以提早提醒這位巴基森的病患 你現在可能是處在這個不太凍結的狀態 在這個計畫裡頭我們需要感測器 阻壓感測器 那麼感測器所偵測出來的 這個生理訊號 當然是他的不太不壓 以及他的步伐等等 那這個東西要透過一些計算 來能夠確認說他現在的狀態 然後再把這個訊號也許存在雲端 或者發出一個警訊 提示旁邊的人 或者做為這個醫生 未來用藥的時候的一個參考 以這個案例來說明就是說 其實要完成一件有用的產品 或者應用產品的話 其實他是必須高度整合 因為我們需要物理治療系的老師 提供我們巴基森病患的一些症狀 所以我們才會針對這些病症 我們去找他的特徵 然後去使用感測器 然後同時針對感測器所收集的訊號 在做制度的判讀 然後再加以回饋等 材料還是跟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了解的材料 大致大同小異 主要是在尺寸上 尺寸大概就小於100個奈米左右 1個奈米就是10-9次方公尺 當材料收到這麼小的時候 他有一些特殊的物理性質就會 在我們聚館的現象是看不見的 我會舉個例子 我個人多年來就從事奈米金的研究 因為金這個材料 當它的尺寸小到100個奈米的時候 它的光學行為跟電的行為就稍稍的不一樣 它可以做很多的應用 那我最近的一個長根醫院的計劃 就是把這個奈米基金去加強自治治療 長根醫院最近幾年也成立了一個很大的一個生意園區 引進自治治療機 專門來治療一些腫瘤 這個方法在國外也行之有年 那大家都希望說 是不是能夠用這樣的技術 但是能夠把奈米科技用進去加強自治治療的效果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我們機械系的三大領域 第一個是包含的就是機械製造 第二可能是跟化工材料有相關的 第三大自動化 那事實上來講還不止 因為我們還有傳統的汽車、航空、造船 其實都跟機械相關 在長根工學院裡頭 我們還有成立新的醫工所 那明年醫工系也將招生 所以事實上它就是一個非常多元跨領域的一個環境 製造的部分 因為機械是工業之母 所以所有東西你還是要有工具機跟製造設備去製造 所以這部分大概是所有機械系必備 那經歷機械這一塊 因為以半導體產業來講 我們現在機械它的加工精度都要求更高 精度提升才能夠造成說 我們現在從5奈米還要進入到3奈米、2奈米的半導體製造 所以這個精密製造、精密機械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那熱流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熱力學、流體力學 比如說汽車引擎還有航空、造船 這個都是流體力學範疇 不過我可以提醒各位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元宇宙這個是最近非常夯的名詞 原宇宙裡頭它所實現的一些環境 它都必須要做仿真的模擬 仿真的模擬就是 你所見所看到的 它必須要跟自然界所有的運動狀態要一模一樣 我們在自然界裡頭 你會感受到慣性 那是因為牛頓第二運動定義告訴你的 可是你一旦進入到元宇宙一個虛擬的世界裡頭 那個影像跟你的視覺效果跟人的感受 依然要滿足所有在自然界經歷的東西 機械系的相關力學課程 它會轉換成虛擬實境裡面的那個場景 因為那些場景全部要符合自然定律 它完全都是符合這些力學原理 就是計算出來 它只是用一個虛擬的影像呈現 大一的話 物理跟微積分這個是最重要 因為上下學期一整年的課程 那到大二之後有動力學材料力學 工程數學又是一整年上下學期 那還會有材料科學以及熱力學 到了大三的時候 有流體力學自動控制 機械設計 那麼大四的話就給學生有一些選修 這個選修當然主要是專業選修 當然學生也允許到外系去選修 長坑大學四年的期間 我們很重視動手做實驗 所以我們有很多實驗的必修課程 比如說材料實驗 物體力學實驗 一期實驗 而且我們有兩學期一整年的 專題 所以學生可以選擇 他有興趣的老師實驗室加入 那麼老師也會給他一個專題的方向 那就學生就可以自己去設計 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他需要的知識 就是他這幾年來 他所學的專業知識 當然還要加上一些 可能是跨領域的知識 才能完成 長坑大學在幾年前 有加入教育部的 智慧製造人才培育計畫 那我們參加的是台大團隊 我們也成立了很多新的課程 我們甚至成立了屬其第三學期 那我們機械系的那個學程 就稱為智慧製造學程 所以我們開了很多 像比如說 Python語言的學習 AI的原理 甚至一些智慧製造的課程 那同時在其他的一般課程裡頭 我們有程式語言 然後感測器的應用 數值的分析 主要就是電腦程式語言的使用 目前來講 我們有一個工廠 最近一年我們引進了五軸加工機 金屬3D電音機 多新的加工設備 同時我們也有 一電控實驗室 3D電音實驗室 跟電腦教室 在相關其他的知識上 我們每個老師都有一個實驗室 14位老師 14間實驗室 所以學生在選擇上是可以多元的 大學部的學生 我還是強烈建議 先進入到每個老師的實驗室 去做專題 先了解 然後再去做深入 台塑企業是一個很大的集團 然後我們在海內外 甚至東南亞到大陸 我們都有各自公司 然後包含長根醫院 那工學院的學生 原本都有一個暑假的實驗 那他可以選擇到各個地方去 不限於台塑集團的公司 其實大概一半以上的公司 都不是我們台塑集團 分佈得非常廣 從烏谷工業區 旁邊的華瑤工業區 一直到台中 甚至到高雄都有 不過我們也非常歡迎他們到 台塑集團的各公司實驗 機械系我們目前來講 雙聯學位的部分 主要比較明確就是 明尼蘇達大學 前幾年已經有幾位學生 已經完成了一整年到 明尼蘇達修課 那修課回來這個學分 我們都有陣列為畢業學分 那實習的部分 我們在海外也有很多據點 比如說在新加坡、日本 甚至美國 以往還有中國大陸 研究合作的對象 我們也非常多 新加坡SUTD學校 另外日本也有 對公學院的學生 我們提供銀子獎 銀子獎 就是說你在入學的時候 你的考試成績 如果是在前多少名之內 甚至可以上伯利大學 但是你選擇長門大學 我們就會給予這個銀子獎 獎學金 另外在就學期間 每一學期 如果你是前幾名 我們另外有獎學金 另外我們在學校跟系跟院 我們也提供大量的公讀名額 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其他的獎學金可以申請 台灣的學生從小最困擾的問題 因為我們往往都沒有太強調自我探索 這個照理來講 應該從小學、國中、高中 它是一個一連貫的認知過程 建議各位學生 你自己去檢視一下自己 你在高中的時候 你對物理 你是不是特別感興趣 尤其物理裡頭的力學部分 那另外 你對數學的部分 你是不是能夠掌握 不是只是為了考試 你是不是能夠把 數學所學到的一些知識 你能夠應用到 分析你的物理問題上 如果這一部分的能力夠 那你對機械這個東西又有興趣 我想應該是非常適合你的機械系 我們所在意還是物理跟數學的素養 而且我們希望看到這個學生怎麼樣 去展現他綜合應用 他數理的能力 去解決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也許 可能是他在高中段 他也會做一些專題 或者是一些比賽 那他怎麼樣去反映 他這些數理的知識能力 那另外就是當然他必須 對機械相關的東西有興趣 比如說他看到齒輪 比如說看到馬達 比如說他看到一些機構 他要有一種喜歡 他有這種感覺 那這個我想這個要 每一個人要自己要問自己 因為這要從小探索 但是我想 只要你靜下心來慢慢想 你應該會了解到 你是不是適合你的機械系 每一個階段 它都是個篩選 也是個選擇 一旦進到長根機械系 我還是希望所有學生 你都還是要自我定位 我想這個很重要 有時候這個也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往往需要去多元學習 當你去選擇其他系的課程 有興趣的課程的時候 你就會體會到 你到底適不適合你原來那個系 我想這個很重要就是一種刺激 在跨領域的知識上 你會認識不同的人 那你會了解到他們的文化 而且他們未來的出入 經驗夠的時候 你自己也可以判斷 你到底適不適合 所以我其實蠻鼓勵學生 未必要雙主修 但是輔系絕對可以嘗試 尤其是在未來的世界 我們都是在講高度整合 假設機械系的學生 將來對一工有興趣 那麼他應該要到一工系 或其他相關醫學院的系 去修一些課程 體驗一下 然後同時去理解到不同系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對他未來的職場 生涯是很大的幫助 那如果學生對半導體產業有興趣 那麼他也不妨在大學四年 去修電子系或電機系相關的課程 他如果對化工有興趣 他就可以到化工系去修課程 對一些電路設計 原件他有興趣 他也可以修電機系相關的課程 他對資工如何有興趣 特別是對AI有興趣的 像我以前就有個學生 大義就很喜歡資工系的課 所以他從大義到大師 修了非常多資工資管系的課程 研究所雖然繼續跟我 但是我們做的就剛好做AI的應用 所以他就把資工相關的能力 應用到沸發檢測缺限辨識 那這樣的話就是一個高度的成合 學生並不是說一定要離開了學校 入了社會進到枝壓 他才開始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 其實在大義休課 他就應該可以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要分兩個層面來看 就是說如果要直接大學畢業 直接念研究所 還是先就業再執行修研究所 我想這個要因個人特質 因為每一個人的他的性向不一樣 那他的經驗背景環境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保有彈性的 因為未來的世界裡頭 在職進修應該是一個常態 所以終身學習絕對不是個口號 尤其是在這個多元跨領域的時代裡頭 所有的學習你也可以在網路學習 當然到研究所你可以比較有系統 而且有一段時間可以轉型的學習 這是的確有他的好處 但是也不意味著就是說 學習只限於在研究所才能學習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還是要找到自己的興趣 你未來定位在哪裡 這個就是你從大意就要思考的問題 而不是人語語語 就是說某某學校特別好 將來畢業以後就業有膨脹 應該要回到自身自我定位出發 念了研究所究竟他在能力上有哪些提升 這個在專業技術上知識上 當然他又多修了很多比較進階的課程 這是毫無疑問 但是我比較希望的是 學生能夠在念研究所過程當中 他又加強了英語學習的能力 就是因為我們要用很多的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 你還是要透過英文這個工具去學習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個人的presentation的能力 這個非常重要 當你在寫一個論文 在報告的口試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在做很多很多複雜的學習 這個學習都是沒有一門課專門可以教你的 它是一個綜合的結果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非主學習 這個我們都稱為附帶學習 它其實對人一生的影響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我自己從事了生態明科技 而且跟光學有相關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個學生 還是有好奇心 願意自動自發 然後不會畫地自線 因為我自己研究就是跨領域的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需要很多知識 那高中端的時候 我們有基本的自然學科 就是物理化學數學生物 其實在我現代研究裡頭 全部用到 如果學生喜歡那個自視的 一層不變 有SOP的 那可能就不太適合進入實驗室 但如果他覺得喜歡有一些自我探索 然後研究自己創新的那一部分 而且願意學習很多多元的知識 那麼我非常歡迎到我實驗室 念機械的確這是一個偶然 因為我們當時我念的是甲祖 就是以理工為主 工學你可以選天的資源其實是不多的 那我當時也想說做一個工程師 所以自然而然我就會把電機機械化工擺在前面 因為分數的關係就很自然就考進了機械系 大學的時候就很喜歡力學的課程 因為機械系主要四大力學 就是動力學、材料力學、熱力學、還有流體力學 力學剛好又是紐頓發明 同時他也發明了微積分 所以對我大學來講其實是如魚得水 到了研究所之後呢 我又繼續專研很多數學跟力學相關的課程 我也同時去電氣系修電磁學 當時應力所是第一屆 所以我大四的時候決定報考應力所 其實是沒有學長可以問的 那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力學 所以剛好有這個應用力學研究所出來 當時他也提供獎學金 所以我就很自然去報考 那也很幸運就考上 所以說實話這一條路 對我走來還算是順遂 高中跟大學他數學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符號運算 在高中、國中的階段 我們多半所學習的都還是以代數集合為主 大學微積分馬上就面臨微積分 這個時候呢 因為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以往的一些學習的模式 稍稍的不一樣 那多半都是符號運算 那我本身在高中就非常崇拜牛頓 大一普務的時候 我又再次的唸了 劉頓力學 大學跟高中最大的差別是 課本必須使用原文書 知識大概你以前都聽過 但是你一旦要用原文書來閱讀的時候 其實這個部分是有很多的障礙 尤其是他用到大量的微積分 大一上一般學生最迷惘就是 他同時要修普通物理 而且又要修微積分 物理一開中就需要微積分技術 之所以發明微積分就是為了解決力學的問題 所以這很自然而然這兩門課合在一起 對於剛從高三進大一的學生來講 這一塊的話 的確他需要調適 那因為我以前高中就很喜歡牛頓 所以對我來講想要了解他所有的知識 這個對我來講這個是 是我很大的一個動力 所以我在唸大一的時候 唸起來其實還蠻愉快 那大二的必修課程就是動力學 動力學又是牛頓力學的延伸 那對我來講那更是如魚得水 那到大三的時候我們會修流體力學 那流體力學又把牛頓的古典力學 再延伸到連體力學 那這一塊對我來講 我又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識 整個大學四年對我來講是非常愉快 學習 博士畢業以後我就進入到工業院服務 那時候我的單位是在材料所 組裡面的那個實驗室 我專門負責的技術就是非波害檢測技術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在醫學工程 常應用到的X-ray超音波技術 用在工件 比如說工業的設備跟工件上面 那因為任何的設備他用久了以後 他也會產生一些疲勞 那這些東西需要用一些非波害的檢測技術 去把它早期檢測 當時在工業院14年的工作 主要就是從事非波害檢測 那中間有幸呢 因為工業院跟加拿大NRC要從事技術合作 所以我又被拍到加拿大 蒙特羅IMI實驗室 做了15個月的博士後 那時候當時我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 把超音波對高溫製程監測 應用在綠美合金雅筑 那時候我們剛好台灣的NOBOOK剛起來 我們3C產品它的外殼很多 青屬外殼就是用綠美合金 所以這個技術對於材料組當時 是一個重點科技 我到了加拿大之後呢 我第一個學習 因為那個是蒙特羅是一個法語區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就要學會使用法語 但是法語對我來講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 我大概生活上就是要再重新學習 在實驗室裡也學會了 跟多國的人才交流 因為我們在那個實驗室裡頭 我們有全世界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人才 其實你在那邊就像個聯合國一樣 學到了很多很多的 跟不同國家文化交流的機會 因為我在公園 我保送到加拿大去從事國際合作 等我回來之後 我當然延續這個跟加拿大的技術 剛好公園也在做一個轉型 在2002年左右 公園大概開始要邁向奈米科技 那我就被指派去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停止了我原來的 鋁媒合金的壓住的製程檢測 然後導向奈米科技 其實也是從完全不懂陌生的情況在學習 等到我離開了公園 我就把這個技術帶到長庚大學 那來到長庚大學之後呢 因為長庚大學是以醫學院起家的 那我們有很好的醫院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想說 怎麼樣把奈米科技跟醫學領域能夠結合 總的來講就是這一路走過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多元跨領域 就是驗證了我當年在研究所念書的時候 第二任所長 那時候我們就問他 就說念應用力學 這個是一個比較冷門的研究所 那麼我們究竟要怎麼學習 未來要從事什麼行業 所長就講了 他希望我們就是要多元學習 另外呢 將來從事的行業 他認為說在未來高度整合裡面 看似是極度的分工 但實際上又要高度整合 所以團隊裡頭必然會產生很多 我們先來講跨領域的合作 其實從念研究所一直到現在這一路走來 其實我都一直在實現這兩個字 就是多元跟跨領域 我想我們台灣的教育最大盲點 我們從來都不是輸在起爆點 我們是倒在起爆點 為什麼呢 因為學生在入大學聯考之前 大概就是高度的學習考試 那個是有點機械式 甚至疲乏 可是一旦進到大學之後 他反而不知道該怎麼辦 多半就是這樣的水波逐流 學生應該要趁這個大學聯考 選前資源給自己一個機會 開始思考自己未來定位 你必須要依著你個人特質去發揮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 很多人說大學聯考一次定終身 好像再也沒有反盤的機會 最近幾年我看到很多學生 他進了大學之後 校內的轉系 他可以轉其他系 他甚至也可以插班到別的學校 別的系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不同的階段 做出不同的選擇 你可以修正 所以不要那麼恐懼 這個系是你選擇 不是別人叫你選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必須要先承擔 然後接下來之後 念下去 你要確認你真的是不適合 你才要轉系 而不是因為你不想念 大學四年固然拿到一個學位 可是更重要的是自我的定位 因為每一個階段的定位 都是決定下一條路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不定清楚的話 你後面的路 可能就會選得比較辛苦 甚至都不是如你所願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每一步踏出去的時候 就是多思考一點 少一點遺憾 少一點後悔 探索制一定要做 而且是時時刻刻要做 並不是說 考上了某個學校的某個系 從此就可以 一帆風順 平步清雲 人生就大致底定 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 反而有時候 往往是離開了學校 才是迷惘 開了學校 一切就要自我做主 再也沒有人幫你定這個 schedule 什麼時候該念研究所 要念什麼樣的研究所 然後要念哪個學校研究所 跟什麼樣的老師 然後念完研究所 要做什麼行業 我想這些說的問題 其實歸根就底 還是會回到你個人 因為這個問題 你早就應該問你自己 而且要不停地問 好嗎 好嗎 好嗎